空中突击悬翼机 因为其独特的造型 尤其是三个轮子的设计 经常被军民们亲切地称为 空中三邦子 从这个样子上看 你觉得它是不是和直升机很像 对 最大的不同是 悬翼机的悬翼 它不和发动机的传动系统连接在一起 就是它不是靠发动机给它提供生力 那它靠什么飞呀 它是靠发动机呢 它先提供一个向前的力量 或者叫提供的叫玉旋 就是它先飞到空中以后呢 通过前方吹来的气流 吹动这个翼面打个比方 像吹一个风扇 风车一样 然后让它往前 它在空中的这种行动是靠什么呢 动力是靠那个风来吹它 简单的说 就靠风了 对 的确 这款空中突击悬翼机 设计轻巧 技术可靠 安全性也很高 即便它的发动机在空中停车 它也仍然能够实现 自旋式的安全降落 而且与直升机相比 空中突击悬翼机的价格更加低廉 维护保养也更简便 它无需使用航空燃油 只需要加注加油站售卖的 无签汽油即可 运行成本 经济实惠 更重要的是 在实战方面 空中三邦子 算得上是一款空中突击利器 除此